遊戲的名字叫做 什麼迪亞史通啊 還是迪亞史洞 我不知道這是名字還是有什麼專有名詞 完全 不了解,然後是Steam上面的遊戲 目前還在搶先體驗 它上面寫著Chapter 1 記憶,但是分著part 1 part 2 什麼意思啊 哇這滑鼠好難移動喔 看這個 看這個感覺,該不會又是兇宅吧 不要鬧了 門都開不開啊 真的喔 遊戲聲音忽大忽小 老媽我回來囉 她覺得她老媽正在睡覺所以沒聽到 我不能跳 不能跑 遊戲畫面好怪喔 有點LAG啊 馬的UE是 UE是最大的 困難點就是 他們都不會優化 他怎麼都沒有提示 什麼可以開什麼 不能開 三小 你們拿起來 幹 招自己的手當火把 東西啊,那是火嗎? 岩漿 我好餓 我想 廚房裡有一些美味的東西 蛤 蛤 喔,TAB按住了 故事 工作之後 去廚房找到吃的 這目的好棒喔 擺飾 擺飾 食為先 馬的沒食物 啊這不是麵包嗎 靠飛喔 我現在要像是飢餓的倉鼠一樣各種找 在恐怖遊戲中找吃的 開燈觸發 觸發事件這樣 然後你不要死在廚房裡面 因為沒有吃的 因為沒有吃的 幹 感覺好像有些東西可以點 你按M其實是有任務目標的啦 怎麼家裡變這麼黑 這裡啦 這邊要觸發才會有啦 他油燈原本這個位置我來過是沒有的 懂吧 開包 滑鼠點一下 裝備 OK,裝備 喔 這人物模組其實做的還OK嘛 但是遊戲的遊玩方式讓人覺得好困惑 變亮了一點囉 變亮了一點囉 這油燈好像也有限制耶 喔 剛剛十字架的位置是沒有十字架的 有發覺吧 要轉過來是不是 不對 我這油燈用完了怎麼辦 天啊我覺得我油燈一下就要用光了耶 嗯 我好像聽到聲音的聲音 但是我沒有看到東西耶 不能來點 不能來點影像嗎 不要一直用聲音好不好 草殺小幹 走 我就知道 逃不過我的邏輯了 這就是一個充滿BUG的爛遊戲 最愛打著搶先體驗還有改進空間 但是我敢跟你們講 這遊戲 已經一隻腳踏進棺材 你們信不信 好拿到燈可以上樓 終於折騰了20分鐘我終於可以上樓了 謝天謝地 接下來呢 再折騰了20分鐘我終於把燈打開了 去屋頂...頂樓 可以燒小 那個是死人還是雕像啊 你團是這麼快在那邊啊 嗚 蛤 為什麼也沒看到那是什麼東西 蛤 屋三小啦素素叫喔 素懶叫是不是啊 你們剛剛有沒有看到什麼東西啊 我沒看到我只看到 人就... 彎下去了 好迷惑喔 給你一個小小的房間 然後讓你在裡面晃來晃去晃來晃去 我跟你說要做什麼 告訴你一個大目標 但是你從來就沒辦法直接好好的去完成那個大目標 有個燈是很讚沒錯 但是... 欸東西都不見了 但是我根本沒有那麼多的油去開啊 難不成這是油 我腦袋快炸掉了 為何這麼尷尬 搞得我要死不活的 鑰匙自己插了進去 鑰匙自己插了進去 欸 耶 我... 怎麼上不去了 嗯? 這根本就卡住的是要上小喔 為什麼我的人都進不去這個... 這個隔間啊 怎麼回事啊 蛤? 我要先被樓梯... 欸? 哈哈哈哈 怎麼阿金都亂玩啊 臭你媽的 這是什麼爛... 爛東西啊 我到底是卡住了還是怎麼樣 你為什麼上不去啊 上不去啊 欸怎麼可以啊 這世界好難 人生好難 這遊戲好難喔 我的媽這有點玩得想要生氣了 今天怎麼都玩到這些垃圾東西啊 亂七八糟 啊我有的沒有 到底怎麼補啊 能不能來一個提示 還是 直接補個一罐給我 這樣下去你不要死了 被人生狠狠的 踹了蛋 人生無時無刻都在踹我的蛋 這首這裡嗎 這格樓怎麼都沒東西啊 哇 正式沒油 要砸就砸準一點 砸死我吧 喔 拜託啦 砸死我算了 Candle 這是要Candle哪裡去啊 裝備 不會亮啊 喔 你要按一下會亮啊 這Candle怎麼可以隨時這樣點啊 這要下去了嗎 那應該沒東西了吧 哇這下樓梯好難喔 什麼爛音樂啊 我根本看不見路啊 這 欸這牆壁上不是有燈怎麼都不見啊 我覺得 我覺得他因為用UE4的引擎 所以做的整個空間感很棒 但是進行方式一整個真的就是 凶宅 真的超 超級 超級 超級想要揍人的 你們知道嗎 要關後門才可以開 呵呵呵 真的假的啊 這樣子 把門關起來 來 這扇門你要開 你要不要先把後門關起來 不行不行 兇宅驚魂的回憶又湧上來了 不行 這樣太痛苦了 這個體驗 但是 痛苦太多收穫太少 怎麼好像讀取了一下 欸是換關了是不是啊 我身上道具都不見了欸 這是在體驗偶然的生活還是什麼 欸這是哪裡啊 我不是原本在二樓嗎 來到屋獨小屋 這個房子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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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知道嗎 這個房子的結構就是 之前那個什麼 什麼死亡惡物啊 有沒有印象 那個走出去有一大 很大隻鱷魚 然後有很多機器人會開槍的那個遊戲 這邊是不是有一隻類似殭屍的 然後會一直追著你被門卡著 對不對 幹 這同樣的模組 同樣的地形啊 然後要出廢圖嘛對不對 這個遊戲這邊有個密碼鎖 完全都是共通的東西 這樣貼來貼去就要賣錢喔 超你媽的都會賣啊 不要鬧了 認真一點做遊戲好不好 讓我覺得遊戲 讓我覺得恐怖的不是遊戲 是人心 對啦砍死我啦 超你媽的 繼續 等一下丟不丟準一點 讓我死死算了 你看就這裡啊 巧克力人啊 你什麼都還沒看清楚呢 然後他就不見了 香蕉巧克力 我不敢相信這些症狀會存在 我好像回到了三百年前 現在我沒有家 這樣他活下去 就是要偷麵包 然後喝髒水 就是為了生存下去 他是說他穿越時空了 他看了那幅黑人的畫之後 好像靈魂被吸到了 16世紀啦 好像 回到了三百年前啦 你們懂不懂 就像 就是我們剛剛 讀取的那一瞬間 他被房間傳送了 這樣 這樣子大家能不能 能夠了解 我現在正在幫這個遊戲 打圓場 你們能不能接受 他現在等於困到了 困境的一時空中 然後困難的是我現在還不知道 我到底是要衝殺小 這門都不能開 門都不能開 欸 門開了耶 自己開的 欸 換地圖 換地圖之後道具都被洗乾淨 他怎麼黑是要開啥小 這死人是不是啦 咬死我啦 我說真的啦 他媽直接把我弄死算了 對 嗯 啊 做這個遊戲 該不會餓死了吧 開這個東西 這個 我好像又在哪裡 體驗過啊 另外一個糞便 然後要一直開 也是要開櫥櫃 開這個櫥櫃 而且要找重量大救 好狡步喔 他怎麼會突然跑了 OH SHIT OH SHIT 感謝遊玩 OH SHIT 我剛剛玩的是PART 1還是PART 2啊 我剛剛PART 2是殺小 靠北 PART 1 PART 2是 尬在一起的 是不是啊 欸等等 這個PART 1 PART 2是一樣的內容 但是道具不一樣 你看他有提示了欸 PART 1是給Hardcore玩家玩的 PART 2是給新手玩家玩的 是不是這樣 你看我一進來他就告訴我可以拿 可以拿提燈了欸 喔什麼雞巴爛東西啊 那個PART 1 PART 2到底是分殺小 那...那都差不多的東西為什麼要分 欸咻咻啊 為什麼要分PART 1 PART 2啊 喔算了不玩了 爛東西 幹 雖然這個遊戲還在搶先體驗對不對 這遊戲一整個玩起來真的就是 兇仔驚魂的感覺 然後...我完全不懂 他分PART 1 PART 2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因為內容是一樣的啊 可是... PART 2它有完整的提示說 哪邊可以拿提燈 然後哪邊要去哪裡 啊PART 1就是好像有點BUG了 什麼都出不來這種感覺 什麼都消失了 我是...這個遊戲是要買了才能玩 它目前是搶先體驗版 看一下多少錢 這遊戲現在才80塊欸 雖然說好像很便宜 好像...OK 算了這種感覺 但是讓我唯一不能忍的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兇仔驚魂也沒關係 OK好不好 欠虐啦 好不好 讓我最不能忍的是 他為什麼都要用 一樣的素材 然後建構出了一個 一模一樣的房子 你們知道嗎 還是說這兩個作者 其實是同一個人啊 所以他都用一樣的東西在做啊 就貼圖貼一貼 然後就可以上來賣...賣80塊了喔 是說現在UE4的作者都是這樣嗎 不會吧 這也太糟了吧 不過這樣想起來 仔細想想 以前好像都有經歷過差不多的事情 有沒有 尤其是UE4的遊戲 好像某個貼圖 某個材質 好像都...好像都在哪裡看過 這是不是...人家講的Steam的... Steam詐騙啊 遊戲的... 遊戲scum啊 就是買一大堆 用一些免費素材貼一貼 然後就做成一個新遊戲 然後丟上Steam賣 那實際上 不會有什麼太好的內容這樣子 垃圾東西 你...草... 混口飯吃 你在幹嘛講混口飯吃 我詐你的 我揍死你 我把你嘴巴裡面塞滿香腸 我先把這個關掉啦 這真的沒什麼好講啦 這遊戲喔 故事根本就沒什麼故事 他就是回家肚子餓了 然後聽到爸媽吵架 然後突然家裡就... 一大堆... 香蕉巧克力怪物出現了 不知道在中山小 然後突然... 摸了一副偶狼的畫之後 穿越了300年 回到1600年 還是什麼鬼的 然後又被那個... 香蕉巧克力怪物追嘛 然後突然就蹦出了時空 然後飛出了不知道哪裡去 然後就... 謝謝遊玩 怎麼我太嚴格啊 我他媽我要揍人了 我太嚴格 算了我先把這個關掉啦 混口飯吃